接下来请收看中佳新闻 各位观众大家好 欢迎收看中佳新闻 我是张启腾 近期台铁车辆频频发生故障 引发了社会关切 将部长王国财 特别前往台铁七堵基务段视察 要求加强旧车检修 并持续态换新车及简化车种 而对于基隆人关切的基隆捷运案进度 王国财表示 综合规划案在一两周内就会结案 将会到地方办说明会与进行还评 台铁基务段人员 起行完成车身与电力机车马达及车轮结合的工作 这里是台铁七堵基务段 为了维护铁路行车安全 基务段人员必须定期修剪态换磨损的车轮 由于近日台铁车辆频传故障 将部长王国财特别到台铁七堵基务段视察 要求持续加强旧车检修作业 这几天就是台铁的这个故障 车辆故障比较多 那我在昨天也大概开一个会议 那它的重点是旧车 大概有四款的车子 一个是EMU500的曲线车 一个是举光号 一个是复兴号 还有一个是PP自强号 这四列它的故障率特别的高 所以我昨天也特别请他们 对于动力的改造 还有包括零件换的周期 这个要缩短 还有加强一些标准作为程序 所以等一下我就要看这个部分 那另外就是新车EMU900跟EMU3000的部分 它现在还没有验收 但是最近也有一些状况 那我是希望说在他们这段时间 一定用一个最严谨的态度 来把所有的问题都找出来 在没有这个 完全没有问题的时候 不准他们来这个验车通过 汪国财也查看包括EMU900 以及EMU3000的新车部分 由于台铁目前行驶的车种种类高达23种 影响维修效率及车辆妥视率 汪国财也宣示 在113年简化整并成 区间车、城际列车及观光列车三种 整个我觉得台铁最大的一个特点 就是说它有23种车种 它零件有4万多个 所以我觉得光在今天看到的车辆的维修 就非常的辛苦 包括像刚才看到新的车种来 你马上又会了解新车种的一些状况 所以想说在整个把车种23种简化 我们是希望透过现在EMU9500跟EMU3000 希望在113年把它做一些简化 最终大概希望分为大概少的车种 大概两种一个叫区间车 一个叫成绩列车 那这样的话 我们的这些维修人员的同仁 负担也不要这么伦大 至于金融市民最为关切的金融捷运进度 万国才表示综合规划案 预估一两周内就会结案 接下来将进行地方说明及环评工作 就用捷印三个市长都已经确定了 那我们现在正在把那个综合规划报告 做最后的结案 那结案 就是说整个结案以后 那我们会这个在地方开始办我们的说明会 那送政院核定大概是时间点 他还没有 他现在这样 交通部做完以后 接下来就做环评 所以大概还有一年的环评的时间 做完以后 把综合规划报告跟环评再送行政院核定 所以说明会还不会这么快招牌 说明会会在环评之前先做 就综合规划做完以后 他会先去说明 那综合规划大概不后 现在已经在结案了 应该是这个月 可能这一两个礼拜就结案了 记者张旗腾金融报道 金融五堵货柜专用道 1月4号发生了一起连环车祸 警方调查 仪式机车车与义饮车发生差状 而后方租赁车为保持安全距离 追撞义饮车 造成了驾驶及副驾驶一度卡在车内 警销货报将两人救出送医后 没有生命危险 白色的住人货车 右车头卡在拖板车架上 车体严重扭曲变形 驾驶和副驾驶一度卡在车内 消防队员货报用破坏器材将两人救出 副驾驶伤势严重 两人送医之后 没有生命危险 而停在对向50公尺距离的戒人车 左车头几乎被削去1分 小黄驾驶将造势原因 指向义饮车驾驶 不过义饮车驾驶却反控 小黄司机跨越双簧线 才是导致车祸阻音 双方你一句我一句 被警方当场制止 双方进行九册 九册值是零 来的时候它整个是逆向斜的这样过来 我就往右边闪它 然后它也是这样撞过来 所以根本来不及 本级交通事故是一台机程车跟拖板车 以及租赁的小货车发生的一级交通事故 根据当事人公称 是我们机程车驾驶 疑似要双方线超车 那我们拖板车驾驶 要闪避对向超车的 双方线超车车辆 往右偏行紧急刹车 后方的租赁小货车 刹车不及追撞我们的拖板车 造成我们那个拖板 拖板车的驾驶跟机车驾驶是无大碍 但是我们小货车的驾驶 也还好 但是副驾驶卡在车里面 到那个消防队员现场去抢救 才把它抢救出来 车货地点在基隆连接系纸 无堵货柜专用道 4号下午2点发生这起车祸 一度造成交通回堵一个多钟头 由于引领车和建车 破控对方造势 警方将调阅行车记录器 进一步厘清事故原因 记者黄绍铭金融报道 受到疫情影响 这两年的全国国小学童结牙观摩活动取消 改为全国国小结牙微电影观摩 今年第二届举办 代表金融市参赛的七度国小 用相声缩结牙拍成的微电影 勇夺甲组银牌奖 韩服牙膏必须含你1000匹匹的以上的韩服量 才能有效的预防趋持 没有更多美的 那我是不是准备好1000匹的韩服牙膏 现在入味就可以了 当然不贫 还要搭配正确的结牙方式 请听 世人都说健康好 后腔保健康主要 软毛加上看牙膏 韩服1000台购乡 外面里面有好面 上边方往刷下 左边上往 右边 剩下左右这一圈 七度国小三分钟长度的结牙为电影 幸福七度那一节 我们说结牙 由刘子忧和曾崇源这两位四年级同学 用相声方式 结合传统艺术表演和时下流行的广告戏剧内容 传达正确的结牙知识 用多全国国小结牙为电影观摩的甲主银牌奖 国小结牙为电影的长度限制在三分钟 要在三分钟之内 把正确的结牙观念完整地呈现出来 并不容易 除了剧本要有创意以外 整个在拍摄的画面的正确性也非常的重要 例如 含幅1000ppm以上的含幅牙膏呢 具有预防取齿的功效 但是呢 它的使用量呢 只要碗都大小就好了 那有些学校呢 他在拍摄的时候呢 他没有注意到这一点 他就把牙膏挤得长长的一条在牙刷上面 那这样子呢 就很容易被专家评审呢 所扣分的 像这一次 七鲁国小呢 他用相声的方式呢 来表现结牙为电影 那我们也很鼓励 其他的学校 可以利用自己学校的一些社团的特色 来参加结牙为电影的比赛 由于受到新冠肺炎疫情影响 这两年的全国国小学童结牙观摩活动取消 改为全国国小结牙为电影观摩 今年第二届举办 代表基隆市参赛的 七鲁国小用相声说结牙拍成的微电影 不但勇夺甲组银牌奖 两位主角刘子忧同学的表演 更获得最佳男演员奖 而曾从源同学则是获得最佳造型奖 并且应邀在颁奖典礼上 现场演出获得满堂彩 同样值得高兴的是 近几年来基隆市国小学童口腔取齿率也逐年下降 这都要仰赖学校 基隆市教育处以及 基隆市养孩子工会三方 长期的配合以及努力之下 才有今日的成果 那在明年呢 除了微电影比赛 实体的结牙比赛 也有望恢复举办 那希望到时候有更多的学校来参加 一起为基隆再创家机 基隆市牙医师工会理事长黄长述 进一步表示 基隆市近几年来推广口腔保健有成 国小学童的取齿率逐渐降低 感谢各学校的努力 以及基隆市政府教育处的支持和协助 记者吴俊松基隆报导 为了帮助中山区弱势学童 基隆市议员张炳君 特地协助区内五所国小 争取到三星人士捐赠 总共15万元的补助金 帮助这五所小学的弱势学童渡过难关 为了协助中山区弱势 以及急需救助的学童 基隆市议员张炳君 特地协助区内包括德河 中华 仙洞 港西 以及西定等五所国小 争取来自民间总共15万元的 善款补助金 帮助这五所小学的弱势 以及急难学童渡过难关 那因为炳君知道 有这方面的善举之后 主动来去跟他们联络 那来帮我们不管是德河国小 中华国小 港西国小 然后还有西定国小 以及县东国小 然后来去争取 那也感谢我们这些善心大德们 然后来共同募资的15万 然后依照学校人数弱势血统的比例 然后依序来去发放给我们的学校 也希望这些的善款们 可以来帮助到我们各学校的这些弱势血统们 让他们可以安心的上学 然后并取得这些的资源 让他们好好认真的读书 未来来帮我们的社会进一份的行李 而这些善款到今年为止 累积由11位本市不具名的善心人士 共同捐赠 帮助弱势及急难学童 行善到今年已经是第五年 今年总共捐赠给全市23所学校 总共92万元的补助金 五年前起源于信义区深美国校 五年来逐渐扩大到全市各高中国中以及国校 而捐赠补助金给中山区这几所学校的善心人士代表 其实有到现场 但是非常低调不愿意露脸 由议员张炳君以及深美国小校长陈建文 代表捐赠给受证的国小校长们 然后帮助我们基隆市所有的学校的弱势学生 能够安心就学 那透过这样的善款然后捐助到各校的教育储蓄户当中 然后让各校可以运用教育储蓄户的功能 给予各个弱势的学生能够给予在学习上的支持 或者是在经济弱势上的一些协助 那今年度非常感谢我们这些善心的好朋友 总共捐赠了92万帮助金融市所有的申请的学校 那我们也希望未来能够好好的发挥这个善款的功能 给予基隆市所有的每一位孩子在学习上 都能够获得最好的协助 市议员张炳君非常感谢 也肯定这群默默行善的善心人士们 更深刻体认到他们的善心和爱心 是基隆市最美丽的风景 记者吴俊松 基隆报导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接下来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接下来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欢迎回到中家新闻 寒流一波接着一波 天冷来一碗姜母鸭可以驱寒 不过疫情期间 很多民众不想供锅吃姜母鸭 基隆有业者推出了姜母鸭个人锅 一个人就能享受香喷喷 暖呼呼的姜母鸭 透过镜头带您一起来品尝 黑麻油加入老姜 在大锅里不断翻炒 阵阵香味扑鼻而来 一锅美味的姜母鸭 事前的功夫不能少 将鸭肉剁成块 重量比例均匀 加入锅里小心一翻炒 将黑麻油和老姜味道 融入在鸭肉 加盐糖还有中药 然后我们会搭配一罐米酒 让鸭肉这个高汤里面会有酒香 炒过的鸭肉入味之后 倒入锅里 加入汤头进行调味 开大火让米酒挥发 最后加入鸭血金针锅等配料 美味姜母鸭 个人锅就可以上桌 肉质好吃 鲜美鲜艳 我会觉得它肉还蛮搭配的 嗯 就不会像有些很小气的 就给小小一块的 我觉得CV值是非常高的 尤其是它的汤头真的非常的浓 怎么说汤头跟温度一起来 我个人喜欢 它的姜味比较重 而且好像有一点中药味 喝起来真的蛮顺口的 分量真的是蛮多的 但你女生像我一天有时候可能吃两餐 我就觉得我这样吃完 晚一点饿了还可以吃点心 然后像火锅料正常 其实有些小火锅火锅料也超少的 这个我就觉得 哎 不错 豆腐啊这种贡丸什么 有些都还会到两个 炖的时候它的鸭肉会缩水 对 所以我们尽量只能就是切大块下去 那因为鸭 有时候厂商送来又有大小只 所以其实不一定 但是都是尽量能满足客人吃到肉的需求 就这样给它 姜母鸭是冬天进补了首选 但往往一群人共享大锅 疫情期间避免共餐 就用业者推出了个人锅的姜母鸭 就姜母鸭的既定印象是 一定要一群人一起吃 然后就现在的环境可能比较不太适合 然后我们想打破这个观念 然后让有些人可能他找不到朋友 但又想要吃到就姜母鸭口味的人 可以吃到这个餐点 我比较怕跟别人一起共锅 那种疫情的感觉不太好 那我会觉得他这样推出这样个人锅 所以我觉得CP值是非常高的 尤其是他的汤头真的非常的浓 天气很冷 来一碗就是这种热腾腾的汤其实很棒 再加上就是我平常有时候就一个人吃晚餐 其实这个个人锅 我觉得真的是还蛮不错一件事情 而且他们家有在外带 我觉得外带这件事情 对我前一阵子疫情期间 其实就是不敢出门用餐这件事情 我觉得是蛮大的福音 而且其实他们家的汤头非常的浓郁 它那个姜母味 我觉得就是 就是吃起来就是有那种甘甜溫顺的感觉 个人锅姜母鸭不只内容客人稳定 外送订单更是强强棍 觉得我们观察下来 不管是外送还是来店的客人 大概比例七成以上都是点个人锅为主 反正在我们餐厅比较特殊是点大锅人 相对比较少 主要模式是希望以外带 像外送平台或是客人自己来店自取为主 反正店内是没有推广内用 冬天来一碗姜母鸭暖暖身体是不错选择 疫情期间不想和他人共锅 独享姜母鸭业者主打外送 也让疫情期间业绩逆势成长 记者黄少民基隆报导 福光三集二是举办2022好心会发光 平安灯笼彩绘比赛 吸引了基隆双北各级学校师生 超过了600人参赛 来看学者们的创意 好心会发光 彩绘灯笼活动吸引了超过600多位的大小选手 发挥创意 不管是栩栩如生的老虎 还是基隆异象的图腾 在圆滚滚的灯笼上 都可以看见参赛者的创意与新年祝福 我觉得好玩啊 因为那个可以画老虎 我觉得好玩 然后因为今天是五年 所以我画老虎 虎自心灵 然后狐狸全开 还有好会放光 参赛者年龄由三岁到八十岁 还有全家三四代同堂的参赛 更远的来自桃园新北 当然也有学校固画班的带队参加 带着孩子一起来参加这么有意义的活动 孩子们都很喜欢这个彩绘 一起发挥自己的创意 来彩绘灯笼 迎接一年的新迹象 带着孩子们来这里 就是为世界跟为我们的国家祈福 然后我觉得非常感动 而且孩子可以体会这样的一个氛围 然后从画画里面去对这个世界有更好的希望 那也希望他们未来就是这一年 接下来都能记住这一份感动 今天真的是很棒的一个活动 因为让我们对寺院有更多不同的体会跟感受 过年还希望看到这个作品过上去的时候 应该会让我们全家更快乐 期许大家能学习幸运大师的塞好四给必能发光 主办单位佛光升级二四带领大众 共同发愿点亮新灯 希望所有的每一个人都能够说好话 做好事存好心 所以好心一定会放光 带给这个社会平安吉祥 真的非常敬佩 因为这么大型的活动 从来没办过而且办得这么成功 成功的是什么 参与的人本来是一级五百个人 结果是报名来的七百多块 实际上到了六百多块 他的作品都不错 都尽情撒灰 让大家知道我们宗教除了推展宗教活动以外 我们对一文活动 我们也很认为人家带追求 也是让我们这个社会世界和谐 让亲子家庭共乐 就像谢老师讲的 这是一个进化人心 让一个社会更安详和谐的一个活动 让大家能够借着一个彩绘的活动 把亲子和朋友之间 大家结合在一起 我想这是一股社会安定的力量 恭喜我们这一次的极乐室 能够办这么大的活动 真的辛苦了 我这一次的活动真的可以感动很多人 包含社会上的比较弱势的那一些团体 那可以结合成那个亲子的共识 以及社会的共识 那真的是成功的一个活动 祝福大众在新年一年彩绘出多彩多姿的 2022幸福人生 记者蔡小军采访报道 台北市南门市场年菜采购月开跑 搭上网购蜂巢 线上线下寄出多样折扣 最低下沙五折 而各民店也推出连结优惠或是应景商品 欢迎民众来采购 年菜 生鲜肉品 伴手礼都可以在这里一次买齐 南门市场采购月开跑 丰富菜色欢迎民众选购 同时开启线上线下优惠折扣 在网路下定还有三款特惠礼包 最低下沙五折 经典又超值 其实黄业的动作我们完全没有放松 那也因为这样的疫情的需要 我相信透过线上的这个作业 会让更多的传统市场 大家在买年菜过程中 可以更放心 更安心 所以特别像今天南门市场 他们也推出来线上的这些采购 而且为了鼓励大家 线上还有很多的这个五折的大礼包 那当然是即时抢购 那也欢迎市民可以来利用网路 多多来这个采满我们年菜 新的南门市场在明年的二月就会完工 那再来做内装整修 在明年年中就会进入一个新的市场 那我相信南门市场会一样维持既有品质 那展现更好的现代风貌 原则上我们每年在过年前一个月 都做一个采购月 让一些新菜或者是比较特别的东西 今年特别推出一些比较棒的东西 然后原则上物价有在波动 很多像异乡灾核心这些民店 他们都把价钱都养置住 希望说今年消费者可以好好的购买 然后过个好年 然后把我们的菜市也推出去 让消费者更了解南门市场 让他们过年之后 记得要到南门市场采购才有像过年的机会 苦年才会行大运 我只说相信传统市场的疫情的防护 都做得不错 然后我相信政府 然后也希望说 假如真的害怕的话 大家利用网路网购 这个方面来采购 应该 以这样的疫情来讲 今年应该也会做得不错 南门市场热门的糕饼 零食 肉干 南北货 都是民众记忆中的好味道 每逢过年 这些菜色也会一一被端上桌 南门市场的电子支付 几乎遍及全部商家 让民众消费更多元 在防疫期间零接触更安全 记者问君台北报导 以上就今天的中佳新闻 也欢迎您到中佳新闻的脸书 及YT订阅按赞 就能及时获得最新的在地新闻 另外我们也与FM96.9 轻松电台联合直播 欢迎准时收听 非常感谢您的收看 我是张祈腾 祝您一切平安 再会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栏目 人人都可以是记者是编辑 有字有图有标题越耸动让人印象深刻 作者可能只是太无聊来玩玩而已 另外还有照片合成技术造假就更容易 还有现在很夯的AI技术可以一花接目 不是他说的都会变成他说的 那该怎么办教你简单小贴富 一看到消息前先想一想 这会不会是假的 二养成查证讯息的习惯 看看新闻来源 作者还有日期更要通过各种管道来查证 或解假讯息行动四不如要 不要只看标题不要分享 不要按赞不要惊慌 要查证要查证要查证 中佳其谈关心您 学着疫情升温假消息满天飞 到底哪个才是正确的 利用以下三个超实用APP 简单操作快速查证 LINE讯息查证 加入LINE好友 提供希望查证之讯息内容即可查证 另外还提供最新查核讯息 供民众了解 台湾事实查核中心 LINE搜寻台湾事实查核中心 加入好友 将收到的讯息整篇贴上 即可查询是否为假消息 买GoPan 同样加入LINE好友 当您收到不明消息 直接转贴到买GoPan 查证时可点选绿色按钮 前往查证结果 也可点选橘色按钮 直接将查核结果转达给亲朋好友 记得收到疫情传言时 不转发多查证 散播假讯息不仅会发钱 还可能触犯行责 也会造成不必要的恐慌 让我们一起对抗病毒 尽向防疫